市府警察局委託到中華電信五座英文出版 在台南市地基基主帖 在零家電台外補助 九月十六號正式來開董 但之前我講酒樓已經是兩禮拜的時間 但上半時間中華電信九點一樣 是很多人在拜託在等待 如果文件出成櫃檯 文件如果不合格的話 可能就是會請他們回去再補 那經過第一關以後 如果你的文件都符合的話 那就是到第二關 第二關我們就是櫃檯會去做登達建檔 就會去把你的所有的文件 再去托進我們的系統裡面 然後會列印出一張退費單出來 那退費單出來以後 民眾就可以拿著那個退費單到第三關 就是我們的退費櫃檯去做退費 那 新親這段的報紙 剛才是要參加上官的新親廟 跟上官的收入跟進民大股之外 去跟現場第一關就是 甘州人員占對著資料進行到操縣 這還要等一段時間 他操縣完成後還要退到河馬牌 等待河馬到整台 整台人員還要來對資料 還要把資料打進去電腦 當時還順一百人新親書跟這個大股 還要印出在檔來簽名 連董哥還要送去後一關 他回家來協助 最後才能把董哥送來交退費的幾台 剛才是對著董哥之外 還要對著身份證 更完成到聽說 最後才能去領到現金 可是在我們第三天以後 修改了整個作業流程以後 其實他來這邊等候的時間 大概只有20分鐘 平均一件大概20分鐘左右 沒有 他如果他的文件都是齊全的 就是都是正確無誤的話 我們平均一件大概在20分鐘以內 就可以處理吧 新親到這段 保證領現金 現場推的河馬牌 一關過一關 新早也是一關過一關 但但新親過程 新聞情要對著幾個月 更不包含到 省到大股 跟問題壓力 我們來回回的時間 來面新文單一下 是兩次愛混播的